接着我们进入到6.2这section 6.2这section最主要要跟各位介绍的是跟线性转换有关的两个向量空间 第一个要介绍的是kernel这个向量空间 kernel这个向量空间中文我们可以称之为是一个合空间 这个是跟线性转换有关系的两个向量空间中的第一个 跟线性转换最有密切关系的第二个向量空间是指range range事实上我们在6.1 section已经介绍过了 中文我们称之为是直域 这是跟线性转换有关系的最重要的两个向量空间 6.2这section当然一开始会先跟各位介绍 什么是kernel和空间 range6.1 section介绍过了 再接下去会介绍跟kernel和空间 以及跟range职域这两个向量空间有关的几个装有密切 以及有关几个最基本的性质 这都是在6.2这section要介绍的内容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个线性转换的kernel是怎么定义出来的 那这应该是在课本上面365页的地方 今天假设已经知道大T是一个线性转换 linear transformation 那么有一个集合 一个set有一个集合 我们把它称之为是大T这个线性转换的kernel 那这个集合是由什么东西所构成的呢 它是由在domain这个向量空间里面的向量所构成的 它是由这个在润域domain这个向量空间里面的向量所构成的 那是由domain里面的满足什么条件的向量才会放在这个集合里面呢 它必须要满足这个条件T括号V等于0这个条件 也就是说在domain里面的向量V 这些V向量的经过T这个线性转换映射之后 都是映射到0向量 所有的这些V向量所构成的集合 我们就称之为是大T这个线性转换的kernel和空间 那我们对应到荧幕下面这个用图形来说明 也就是说请各位在domain这个向量空间里面 想办法去找在这个向量空间里面看有哪些向量 例如说现在用红笔翻起来的这个子集合 我们假设在domain这个向量空间里面 这个子集合也就是像红笔翻起来的 用红笔化学线的这个子集合 里面所有的向量 经过大T这个线性转换映射之后 都是映射到0向量 那么刚刚在domain里面所找到的这个子集合呢 就称之为是大T这个线性转换的kernel 那这个大T这个线性转换的kernel呢 如果各位还记得6.1 section曾经介绍过一个专有名词 哪一个专有名词 就是反向free image 你如果还记得6.1 section所介绍free image 这个专有名词的话 那大T这个线性转换的kernel 其实就是等于0向量的free image 就是0向量的free image 那这是一个线性转换的kernel 它的定义 也就是由哪些项量所构成集合 我们称之为是一个线性转换的kernel 那接着我们来看定理6.3 接着我们来看定理6.3 我们刚刚已经跟各位介绍了一个线性转换的kernel 是由哪些东西所构成的集合 那我们当初解释这个kernel图形 现在仍然又再次出现在现在萤幕中间的地方 也就是萤幕中间的左手边domain 这个向量空间 里面那个纸集合 用绿色斜线标示出来那个纸集合 它所有的向量都是映射到0向量 这个纸集合称之为是大T这个线性转换的kernel 那么这个纸集合我们可以去证明 可以去证明说 它绝对会满足向量加法的封闭性 以及纯量基乘法的封闭性 换句话说这个纸集合绝对是一个纸空间 那这就是定理6.3 告诉各位的一件事情 所以定理6.3告诉各位说 如果大T是一个线性转换的话 那么大T这个线性转换的kernel 一个线性转换的kernel 一定是domain这个向量空间的subspace 纸空间 kernel绝对是domain这个向量空间的纸空间 那这是定理6.3告诉各位说 kernel永远一定是domain这个向量空间的纸空间 那在定理6.3之后有一个cordinary 那这个cordinary告诉各位什么事情呢 如果已经知道大T是一个线性转换 Linear transformation 那而且这个线性转换是用A矩阵定义出来的 也就是说已经知道T挂号X等于A乘上X 那么这个cordinary告诉各位什么事情 这个cordinary告诉各位说 大T这个线性转换的kernel 这个向量空间 永远正好等于哪一个向量空间 永远正好等于A乘上X等于0 这个系统的解空间 solution space 那A乘上X等于0 这个系统的解空间 我们在第四章曾经介绍过 它又称之为是A矩阵的nout space 0空间 A矩阵的nout space 0空间 所以定理6.3后面这个cordinary 我们用另外一种不同的话来讲的话 就是说 只要今天大T这个线性转换 是用A矩阵定义出来的 也就是T挂号X等于A乘上X 那么大T这个线性转换的kernel 永远跟A矩阵的nout space 永远是同一个向量空间 那这是定理6.3后面这个cordinary 所介绍的内容 那为什么这两个线性转换的空间永远为相等 那当然各位只要把我们现在第6章所介绍的内容 跟过去第4章所介绍的内容 拿出来比对一下 可以了解 那我们把重点的地方跟各位提一下 那第一件事情各位回忆一下 大T这个线性转换的kernel是什么意思 那我们在底下把这个线性转换 经常用来解释的这个图画出来 左手边一个圆圈代表是这个线性转换的 domain这个向量空间 经过大T这个线性转换 映射之后 映射到cord domain这个向量空间 那所谓kernel是什么 我们三页投文编跟各位介绍 kernel呢就是说 你在domain这个向量空间里面 找到一个子集合 那这个子集合里面的所有的向量 经过大T这个线性转换 映射之后呢 大家都是映射到同一个向量 哪一个向量 大家都是映射到0向量 所以换句话说呢 今天左手边这个子集合里面的向量 如果我们是用X表示的话 那映射过来之后的这个image呢 当然就是T挂号X 对不对 就T挂号X 那他们映射之后的image 通通通都要等于0向量 那另外别忘掉一件事情 现在呢 我们假设什么 这个线性转换 是用A矩阵定义出来的 也就是T挂号X等于A乘上X 所以换句话说 我刚刚用蓝色笔写出来这个式子呢 T挂号X等于0 其实可以改写的便是A乘上X等于0 A乘上X等于0 所以经过这样的说明之后呢 其实我们发现到一件事情 大T这个现金转换的坑 是由什么东西所构成的集合 就是由A乘上X等于0 A乘上X等于0 它的所有的解 A乘上X等于0 它的所有的解 因为这些所有的解 就是代表 螢幕我们所画出来的这个图呢 绿色圆圈那个指集合 A乘上X等于0 所有的解 所构成的集合 就是指这个集合 那也就是指什么 就是指T 这个现金转换的kernel 那既然如此的话 各位再把第四章 所介绍的内容拿出来看一下 第四章我们曾经介绍过 A矩阵的零空间 A矩阵零空间是指什么 在第四章里面的定义 一样也是指A乘上X等于0 所有的解 所构成的集合 所以各位只要把第六章 所介绍的 这个kernel的定义 跟第四章所介绍的 A矩阵零空间的定义 把它拿出来比对一下的话 你会发现到 它们两个的定义 其实是相等的 那这也就是定理6.3 后面这个coder w 所介绍的内容 一个现金转换 只要是用A矩阵 定义出来的话 那么这个现金转换的kernel 跟A矩阵的零空间 nonspace 是指同一个向量空间 那这是定理6.3 后面的coder w 那接着呢 我们来看定理6.4 那定理6.4 所介绍的内容 是跟线性转换有关的 另外一个向量空间 也就是range 这个向量空间 有关的性质 那一个现金转换的range 也就是植域 中文称之为植域 是指什么呢 那植域 这个专用名词 我们在6.1 section 已经介绍过了 所以首先我们先把植域 先把它复习一下 那什么是植域 就是把这个现金转换呢 它的domain domain里面的所有的向量 现在用红色笔画斜线 代表的是 domain这个向量空间里面 所有的向量 那domain这个向量空间里面 所有的向量呢 经过大T这个现金转换 映射之后呢 在它这个 和domain这个向量空间里面呢 会形成一个子集合 也就是右手边这里 用绿色笔画斜线的 会形成一个子集合 那么这个子集合呢 就称之为是什么 这个子集合就称之为是 大T这个现金转换的range 那这是在6.1 section 就已经介绍过的内容 那现在定理6.4 是要告诉各位什么事情 就是说range 它是在 我们已经知道说range 是指在code domain 也就是对应论域里面的一个子集合 那这个子集合呢 你可以去证明 它一定会满足向量加法封闭性 也绝对会满足 存量基层法的封闭性 不然就要说 这个子集合呢 也绝对会是code domain 这个向量空间里面的一个子空间 那这就是定理6.4 所以要告诉各位的内容 所以定理6.4 我们看一下 我们叙述一下它的文字的叙述 今天如果大T 已经知道是一个线性转换 那假设它是由V 这个domain 印射到W 这个code domain 那么大T 这个线性转换的range 这个向量空间 range 这个子集合 绝对是W W是指什么 W是指code domain 对应论域 绝对是这个线性转换的对应论域 这个向量空间里面的一个子空间 那这是定理6.4 所介绍的内容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定理6.4 后面应该也有一个cadillary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cadillary的内容 那这个cadillary的内容呢 告诉各位的事情是这样子 如果假设已经知道大T 已经知道是一个线性转换 linear transformation 而且这个线性转换 是用A矩阵定义出来的 也就是T 挂号X 等于A乘上X 那这个cadillary呢 告诉各位一件事情 那告诉各位什么事情呢 大T这个线性转换的range 直律这个向量空间呢 永远正好跟A矩阵的colour space 含空间呢 是指同一个向量空间 是相等的 那这是定理6.4 后面的cadillary 所告诉各位的内容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为什么永远相等 我们也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明 重点的一个说明 第一件事情 我们先把第六章才刚介绍的 一个线性转换的range 这个直律它的定义 再一次把它拿出来看 也就是红色箭头所指的这地方 那么直律呢 是指由domain里面的所有的向量 映射到col domain之后 所形成的一个集合 那也就是指所有的t括号x 因为t括号x就是代表映射之后的image 也就是有所有的映射之后的image 也就是t括号x所构成的集合 那现在因为呢 这个线性转换 我们是用A矩阵定义出来的 也就是t括号x是等于A乘3x 所以呢 刚刚所写出来的这个集合呢 我们又可以改写为什么东西 因为t括号x呢 t括号x呢 它等于A乘3x 所以一个大T这个先进转换的直律range 我们可以把它改写为就是 由所有的A乘3x所构成的集合 那这是红色箭头所指的这个部分 那接下去我们要去探讨的是A乘3x A乘3x的部分 那A乘3x这个部分呢 下一句话也就是蓝色箭头所指的这句话 告诉各位一件事情 A乘3x永远可以写成A矩阵的行向量的线性组合 那这个部分我们举一个 这个部分呢 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为什么 例如说我们现在假设A矩阵的是用一个3乘3的A矩阵来做说明 那如果A矩阵是一个3乘3矩阵的话 那A乘3x呢 里面的A矩阵呢 应该可以写点什么东西 A乘3x 那今天如果假设A矩阵是一个3乘3的矩阵 那代表说A矩阵里面有三行 A1代表的是第一行 A2代表是它的第二行 A3呢代表的是它的第三行 如果假设A是一个3乘3的矩阵 那如果A是3乘3的矩阵的话 那X必须是个3乘1的矩阵 那我就假设它是等于X1X2X3 那接下去呢 这两个矩阵呢 根据矩阵乘法 我们可以乘开 乘开之后就是等于X1乘3A1加上X2乘3A2加上X3乘3A3 所以我现在萤幕上面的示范呢 的说明是用假设A是个3乘3矩阵来做说明 那我们发现到呢 如果A是个3乘3矩阵的话 A乘3X呢 永远可以写成X1乘A1加上X2乘A2加X3乘A3 那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A乘上X呢 永远可以写成A1A2跟A3的线性组合 那A1A2A3是什么 它就是A矩阵的第一行 A矩阵的第二行 跟什么A矩阵的第三行 所以我们就用这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来说明 蓝色箭头所指的这句话 A乘上X永远可以写成A矩阵的 航向量的线性组合 它的Range这个向量空间 是由什么东西所构成的集合 它是由A矩阵的航向量的所有的线性组合 所构成的集合 那各位最后再把第四章所介绍过的A矩阵的航空间的定义 拿出来看 它不就是等于A矩阵的航向量的所有的线性组合 所构成的集合 所以这样子我们把第六章所介绍的内容 跟第四章所介绍的内容 一样拿出来比对一下 那就发现到说 也就发现到定理6.4 后面这个Codinary所介绍的内容 大T这个先进转换 如果是用A矩阵定义出来的话 那么大T这个先进转换的Range 也就直御这个向量空间 永远就是跟A矩阵的含空间Codinary space 是指同一个向量空间 那这是定理6.4的Codinary 那介绍完了先前的两个定理 以及它这两个定理都有一个Codinary之后 那接下来有两个名词我们要介绍 这两个名词是什么呢 要介绍线性转换的Range 跟线性转换的Nanity 那Range跟Nanity 这两个专有名词在第四章都已经出现过了 那么现在在第六章又再一次出现 等一下后续的内容再继续介绍的话 你会发现到第四章的内容 跟我们现在介绍的第六章的内容 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那这也是为什么 你慢慢会发现到 为什么名称是取同一个名称 好 那首先我们先回到课本上面来看 在371页这里 告诉各位 一个线性转换的Range跟Nanity 是怎么定义出来的 如果今天假设 大T是一个线性转换 Linear Transformation 那么大T这个线性转换的Nanity 那Nanity的中文名称翻译为核次数 我们在第四章已经介绍过 一个线性转换的核次数Nanity 我们把它定义为等于什么东西 我们把它定义为 它是等于大T这个线性转换的Kernel 这个向量空间的维度 大T这个线性转换的Kernel 这个向量空间的维度 我们把它定义为是大T这个线性转换的Nanity 核次数 那这是Nanity的定义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Rank的定义 大T这个线性转换的Rank 我们是如何来定义呢 我们把它定义为是等于 大T这个线性转换的Range 直于这个向量空间的维度 Dimension 大T这个线性转换的Range的维度 就称之为是大T的Rank 所以各位可以发现到 跟大T这个线性转换 有关联的最重要两个向量空间 Kernel跟Range 这两个向量空间的维度 我们就分别把它称之为是 线性转换的Nanity核次数 跟线性转换的Rank字 好那这是线性转换的Rank跟Nanity的定义 那接下来我们看科文上面371页 这里所介绍的内容 那这里的内容就要把我们第六章 它所讲到的线性转换的Rank 跟线性转换的Nanity 跟第四章所介绍的 举正的Rank 以及举正的Nanity之间 有没有什么关系 要把它牵扯 关联起来的 好那我们看一下这里的叙述 基本上面呢在科文上面371页 这里所介绍的内容呢 它的重点如果只把重点 跟各位叙述的话就是说 今天如果假设大T是一个线性转换 Linear Transformation 而且假设大T这个线性转换 是用A矩阵定义出来 也就T括号X点A乘上X 那么大T这个线性转换的Rank 永远跟A矩阵的Rank是相等 还有大T这个线性转换的Nanity 永远跟A矩阵的Nanity是相等 那这就是371页 这所介绍的主要的内容 那我们来解释一下 为什么只要线性转换 是用A矩阵定义出来的话 那么线性转换的Rank跟Nanity 一定会跟A矩阵的Rank跟Nanity是相等 那我们来做这方面的一个说明 首先我们先看Rank的部分 那第一件事情 各位先回忆一下 第六章所介绍的 一个线性转换的Rank 是怎么定义的 一个线性转换的Rank 是把它定义为是 这个线性转换的Range 值域这个向量空间的维度 这是线性转换的Rank的定义 那接下去呢 各位再回忆一件事情 应该是刚刚Codillary有讲到 刚刚所介绍Codillary呢 两个Codillary其中的一个呢 讲到什么 线性转换大T 它的值域这个向量空间 永远跟A矩阵的含空间 是相等的 是指同一个向量空间 所以这样等号又下来了 那接下去各位再回忆 第四章所介绍的内容 A矩阵Rank定义为什么东西 A矩阵的Rank就定义为 A矩阵的Colorspace含空间的维度 那这样子等式就可以一直推倒下来 所以这是第一个部分 我们说明一个线性转换T 如果是用A矩阵定义出来的话 那么T这个线性转换的Rank 跟A矩阵Rank永远是相等 那这是第一个部分的说明 那接着我们看第二个部分说明 一个线性转换T它的Nunity Nunity呢根据定义刚刚的介绍 在第六章我们刚刚的介绍 它是定义为是等于T这个线性转换的 Kernel这个向量空间的维度 这是一个线性转换的Nunity的定义 然后呢我们先前所介绍的两个Colorspace 其中有个Colorspace提到什么东西 其中有个Colorspace提到说 一个线性转换T如果是用A矩阵定义出来的话 那么这个线性转换T的Kernel这个向量空间 永远跟A矩阵的Nunspace这个向量空间 永远是同一个向量空间 所以这样子等号就下来了 那最后请各位复习第四章的内容 第四章定义什么东西 A矩阵的Nunity核次数定义为等于什么 定义为等于A矩阵的Nunspace 也就是零空间的Dimension维度 那这样子就可以等号再继续推导下来 那这样子就可以证明出来 线性转换T如果是用A矩阵定义出来的话 那么T这个线性转换的Nunity 永远跟A矩阵的Nunity 永远是相等 那这是在371页 这所介绍的内容 那接着呢 各位再把第四章 曾经介绍过的定义4.17 再次拿出来看 第四章的定义4.17 即告诉各位红色箭头 所指的这个等式永远会成立 这个等式是指什么 任意一个矩阵A矩阵的Rank 加上A矩阵的Nunality 永远等于N 那等号右手边N是指什么 如果今天假设A矩阵的大小 是一个M乘上N的矩阵的话 那么这个矩阵有多少含这个数字 就是在等号右手边的这个N 那这个是过去在定义4.17 所介绍的内容 那现在把这个内容 我们做一下对应 因为我们刚才介绍什么东西 我们刚才介绍什么 我们刚才介绍就是说 今天只要T这个线性转换 T这个线性转换 是用A矩阵定义出来的 也就是T括号X等于A次长X的话 那么什么东西 T这个线性转换的Rank 跟A矩阵Rank一定相等 还有什么 T这个线性转换的Nunality 跟A这个矩阵Nunality 永远相等 那至于等号右手边的这个N 我们刚才讲的 是指A矩阵有多少含这个数字 A矩阵有多少含这个数字 其实又对应到什么 其实就又对应到T这个线性转换 Domain这个向量空间的维度 所以等号右手边这个N 其实就指Domain这个向量空间的维度 所以经过这样子一直对应下来的话 所以经过这样子一直对应下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推导出现在蓝色比 所宽起来的这个数字 一个线性转换的Rank加上 线性转换的Nunality 永远就等于这个线性转换的Domain 这个向量空间的维度 就可以得到的这个数字 那这个数字呢 就是课本上面下一页投影片 我们下一页投影片出来介绍的定理 好 我们看定理6.5 我们看定理6.5 那定理6.5 如果今天假设大T 已经知道是一个线性转换 Linear Transformation 那定理6.5 告诉各位基本上面呢 告诉各位事情是什么 告诉各位各位事情 就是说 这个线性转换的Range 这个向量空间的维度 以及Kernel这个向量空间的维度 这两个维度的总和 也就是相加 永远等于什么 永远等于这个线性转换的Domain 这个向量空间的维度 也就是底下 我现在用红笔宽起来的这个数字 一个向量空间的Range的维度 加上Kernel的维度 永远等于Domain的维度 那当然根据先前的介绍 一个线性转换的Range 这个向量空间的维度 就等于这个向量 就等于这个线性转换的Rank 那线性转换的Kernel 这个向量空间的维度 就等于这个线性转换的Nanity 那至于等号右手边 是指Domain这个向量空间的维度 那在这里呢 定理6.5里面 有一个假设 假设 假设是什么 已经根据假设了Domain 大V这个向量空间 它的维度 已经假设是等于N 所以N就是指Domain 这个向量空间的维度 好 那这就是定理6.5 一个线性转换的Rank 加上Nanity 永远等于N N是指Domain的维度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立体 练习一下 刚刚所介绍的定理的内容 我们来看立体8 立体8 立体8是已知一个线性转换 大T这个线性转换 那大T这个线性转换 那以知是由A矩阵所定义出来的 那A矩阵就是等好右手边 这一个三乘三矩阵以知 那因为A矩阵是个三乘三矩阵 所以 我们像以知的大T这个线性转换 它是由R的三次方 映射到R的三次方的一个线性转换 那立体8要求各位去解什么 要求各位去解说 这个线性转换的Nanity 等于多少 还有这个线性转换的Rank 等于多少 你把它解出来 那根据我们先前介绍 我们先前介绍的一件事情 主要事情是什么 只要今天这个线性转换T 是用A矩阵定义出来的 以数学式子来讲话就是T 括号X等于A乘上X 只要是用A矩阵定义出来的话 那么这个线性转换的Rank跟Nanity 其实就等于什么东西 这个线性转换的Rank跟Nanity 其实就等于A矩阵的Rank跟Nanity 那基本上我们就是用这个去解 因为今天只要大T这个线性转换 是用A矩阵定义出来的话 那么大T这个线性转换的Rank 就是A矩阵的Rank 大T这个线性转换的Nanity 就是A矩阵的Nanity 所以事实上 那立题八是要去解A矩阵的Rank跟A矩阵的Nanity 那如何去解A矩阵的Rank跟A矩阵的Nanity 这个都是在第四章所介绍的内容 要如何去解 我们要用高斯消去法 或者是高斯小阵消去法 把A矩阵转换成列T形形式的矩阵 或者是列减T形形式的矩阵 然后去数一数有多少列是不等于0的列 那这个数字就是矩阵的Rank 那在这里各位仔细看一下 题目所给的A矩阵 题目所给的A矩阵 你仔细的去检查一下的话 你会发现到 题目所给的A矩阵 已经是一个列减T形形式的矩阵 题目所给的A矩阵 已经是一个列减T形形式的矩阵了 这告诉我们说 高斯消去法跟高斯小阵消去法 不必要做了 因为已经是一个列减T形形式的矩阵 所以我们就直接去数A矩阵里面 有多少列是不等于0的列 那蓝色箭头标示出来 第一列跟第二列是不等于0的列 所以换句话说 A矩阵有两列是不等于0的列 所以这个矩阵的rank等于多少 是等于2 也就是这个线性转换的rank 当然也是等于2 那这次首先我们先把rank解出来 所以解一个线性转换的rank 就是解A矩阵的rank 那rank解出来之后呢 接下去nality怎么去解 nality的话 当然就是用刚刚定理所介绍的等式 也就是我们现在红色箭头所指的这个式子 任何一个线性转换的rank加上nality 永远等于这个线性转换的domain的维度 那因为我们这个例子里面 A矩阵是一个3乘上3的矩阵 其中后面这个3代表着有多少行 那也就是代表着domain的维度是等于3 所以换句话说rank加上nality永远要等于3 rank加nality永远要等于3 那接下去请各位把刚刚所解出来rank是2 请各位把它带进去 rank是2 请各位把它带进去 那带进去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nality把它解出来 那解出来结果是等于正1 那这是我们先解rank 那rank解出来之后再解nality 那这是立体8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立体9 再继续练习先进转换的rank跟nality 立体9是假设已知有一个先进转换T 那这个先进转换呢 已知是由r的5次方这个向量空间 并设到r的7次方这个向量空间 那底下有abc三个小题 分别回答 那首先我们先看一下a小题 a小题是说如果假设我们又知道什么事情 如果假设我们又知道说这个线性转换的range 这个向量空间的维度 已经知道是2 那请问一下这个线性转换的kernel 这个向量空间的维度等于多少 那基本上解这一题的话 当然我们首先会用到哪一个式子 我们会用到什么 任何一个向量空间 很抱歉 任何一个线性转换 它的这个kernel 这个向量空间的维度 加上什么 加上range 这个向量空间的维度 永远会等于多少 永远会等于n 任何一个线性转换 kernel的维度 加上range的维度 永远会等于n 那这也就是课本上面这个式子 红色箭头所指的这个式子由来 所以kernel的维度 就等于n 减掉range的维度 那接下来就请各位 把等号右手边的数据带进去 那因为题目已经告诉各位说什么事情 题目已经告诉各位说 也就是我现在绿色笔所宽的 已经知道说range的维度是等于2 range的维度是等于2 你把它带进去 也就是这个2 2把它带进去 那至于等号右手边的n 是指什么 等号右手边的n 是指domain 这个向量空间的维度 n是指domain 这个向量空间的维度 那这个例子里面 domain是指哪个向量空间 domain是指r的5次方 这个向量空间 那r的5次方这个向量空间的维度 等于多少 n是指domain这个向量空间的维度 那r的5次方这个向量空间的维度 是5 那你把5带进去 所以5-2等于3 那这样子我们就解出来 A小题的答案 kernel这个向量空间的维度 是等于3 那接着我们看一下b小题 b小题呢是说 如果假设 已经知道这个线性转换的nonity 是等于4 请你去解这个线性转换的rank 等于多少 那基本上这个我们用到哪个等式 任何一个线性转换的rank 加上线性转换的nonity 永远等于多少 永远要等于n 那这也就是 也是课本上面这个式子的流来 rank会等于n 减掉nonity rank会等于n 减掉nonity 那接下去呢 就是把等号右手边的n 以及线性转换的nonity 请你把它正确的带进去 那我们先看一下n n的话 当然跟A小题是一样 因为domain是r的5次方 那r的5次方的维度 就对应到n 告诉我们说 要用5带进去 因为domain的维度是等于5 那这等号右手边的第二项 也就是这个nonity 那nonity 也不会是题目已经告诉我们了 nonity是等于4 nonity是等于4 你把它带进去 所以nonity用4带进去 那这样5-4等于1 我们就把这个线性转换的rank等于1 把它解出来 好 那这是B小题 那接着我们看一下C小题 那C小题是说 如果假设已经知道 T这个线性转换的kernel这个项量空间呢 是这个集合 只有包含一个零项量这个集合 请问一下 T这个线性转换的rank等于多少 那基本上C小题呢 跟B小题呢 一样都是解rank 所以基本上呢 C小题跟B小题呢 所用的公式是用同一个公式 好 因为我们都是来解这个线性转换的rank 所以是用相同的公式 好 那既然用相同公式的话 我们看一下 等到右手边的部分怎么带进去 当然等到右手边D向N还是一样 DomainR的5次方 所以这个Domain呢 应该是N呢 应该是会等于5 这个还是一样 那现在关键点是在第二项 这个线性转换的nonity 要用多少带进去才正确 当然题目有没有告诉我们 直接告诉我们说 nonity等于多少 没有 题目是告诉我们说 kernel这个向量空间 是这个集合 这个集合里面是包含零向量 那当然这个时候 各位要知道一件事情 今天才介绍的 kernel这个向量空间 跟nonity 当然之间有关系 因为nonity定义为等于什么 nonity定义为是等于 kernel这个向量空间的维度 kernel这个向量空间维度 就等于nonity 那请问一下 现在题目只告诉各位说 kernel是这个集合 它只包含零向量 所以从这里告诉我们说 kernel这个向量空间维度等于多少 这个我们过去第四章在介绍 一个向量空间维度的时候 曾经提过 如果这个向量空间 只包含一个零向量的话 维度等于多少 维度是等于零 所以维度等于零 也就是nonity等于零 所以nonity是用零带进去 所以5-0等于5 所以c小题 rank是等于5 好 这就是dl9的c小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